这里是CIBTM 特邀买家休息室 我们将在这里采访几位本次展会的特邀买家 您是我们这次的特邀买家 您来跟我们讲讲您的公司吧 我是来自BTG International Travel 这个是北京最大的旅游集团 我们的业务涵盖出境入境会展等很多方面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CIBTM 主要是在MICE方面能找到更多的信息和合作伙伴 我们目前在MICE这块在商务会讲这块 已经在全国36个省市都已经有我们的地阶社 而且在全球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旅游国家 也都有我们相应的合作机构 所以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国内和国际的这个网络的布局 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些中国大型企业的供应商 比如说拜尔 比如说默克雪莱诺 比如说BMW中国 还有大都会人寿保险等十几个这个大型企业和外强企业的供应商 所以这些机构每年在国内的一些会议以及出境的一些奖励旅行 我们都在做 随着这个规模的扩大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MICE这个市场 能够找到更多的新鲜的东西和更好的支持 包括各国家旅游局的一些支持 所以我会考虑经常性的参加CiBTM 因为每年我都来参加 您今后的策略 公司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策略基本上是来讲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服务 因为我们作为理论者来讲 是服务性产业 第三产业 那只有达到一个完好的服务水准 和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才能够赢得更多的客户 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服务做到最好 才能拿到更多的订单 所以因此对于我们的策略来讲 第一呢就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同时丰富我们的产品目录 所以呢就是在策略 所以这个跟这个CiBTM是比较吻合的 And what's your aims at CIBTM this year? 今年您来参展的目标是怎样的? 今年我主要是想看一些 国际型的酒店以及各个流局 对于它的目标市场有没有推出 更多的新的产品和支持 那么我非常高兴地发现 这个CiBTM虽然进行了很多年 但是每一年它提供的这个卖家的 这个面孔都在不停地在更新 而且很多大型企业的这个这个 他们每年都是存在的 他们的扩张 他们新开的一些这个产品和商店 我是指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酒店的一个新的一个酒店 让我们得到了很多信息 比如说凯宾斯基 他要在燕西湖 在中国的燕西湖开一个 那么大型的一个对于G20峰会的酒店 那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 虽然我们在北京 但是还是从CiBTM这样的管道 能够拿到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呢 来参加这样的展会 对我们来讲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包括各国流局 他每次都会针对我们 不同的客户的需求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这个这个 会议的一些需求 他会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建议和配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些支持 对于您公司来说 为什么参展比较重要呢 这个问题可能刚才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想重复一下 就是说 立展组织的很多展会 我们都有参观 都有参加 包括巴塞罗那 包括迪拜 包括很多的这个柏林的展会 那么它毕竟来讲呢 就是境外的卖家会多一些 但是作为CIBTM 作为在中国举行的这个最大的商务会奖旅行 它会请到不仅是国外的展商 也会请到很多中国本土的展商 这样对于我们这种企业 它既有国内的大型的会议 又有出境旅行这一块的业务 是双结合的一种公司 在这样的一个展会 我觉得是更加适合的 而且它是一个家门口的展会 不用长途奔波旅行 去拿这些资料 开车过来就可以拿到 我觉得这个还是对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福音吧 是个福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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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